104年苗栗县政府将原住民族行政处 降为原住民族事务中心 当时多名租人发起抗争行动 监裁院甚至针对此案启动调查 担心原住民族权益受损 多年以来民意代表及租人们 不断要求县府将原民事务中心 恢复为一级单位原民处 直到近日苗栗县议会上 县长钟东景做出正面回应 也让租人看见一丝曙光 因为很多事情就是处跟处之间 可以去协助的事情 那我们可以去参与 可能做事上或者是很多第一手资料 我们都会知道 对于恢复一级单位各界乐观其成 其中包含司马县部落 重建永久住屋计划 目前正进行排水设施等公共工程 主任表示未来事务中心升级 也有助于工程跨举处很像协调 在工部门跟工部门的行政的 这些协调的话会比较顺利 在中央会比较有认同感 极力主感 所以争取经费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容易 讲话也比较分量 相信执行各项的原民事务会非常的顺遂 原民事务中心提出深处之后的优点 包括一级机关争取经费 较有机会 提升原民文化能见度等 而部门人员配置的扩增也能提高行政效率 原自新闻 胡顺把渡 苗栗市苗栗泰安采访报导